好 体验是一种很好的学习 再看马来西亚大爱幼儿教育中心 为六岁的孩子举办了 一日妈妈的体验活动 透过影片告诉孩子母爱的伟大 来自马来西亚班丹英达 大爱儿童教育中心的孩子 这一天要当一日妈妈 你就觉得宝宝一天一天都在长大 妈妈会觉得重重吗 对 体验课让六岁孩子在胸前 背上两公斤重的书包 里头的水瓶代表妈妈怀孕时 肚子里的小生命 一天下来孩子挺着肚子 更加能体验怀孕的辛苦 重 很重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是很好玩的 因为就是很新鲜嘛 然后到了下午 到了下午的时候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孩子们都会觉得说 哇 好难睡哦 然后那个水瓶 就是里面的宝宝 当躺下去的时候 就会滚上来压着他们 背着小宝宝怎么样 辛苦耶 好不好妈 一个小朋友进去里面生的时候 另外一个小朋友要说 押忍 从体会妈妈怀孕过程到分娩的艰辛 课程设计要让小朋友 懂得感恩父母养育之恩 如果平时我们只是告诉他 妈咪这样子是很辛苦的 他可能不能够很了解 什么是辛苦这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又通过这个 他能够自己背负着这么重的重量 然后来活动一整天的话 他就可以更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那所谓的辛苦是什么 实际体验课程结束前 老师也透过禁思语 教导孩子对父母要知恩 感恩再报恩 希望孝生二字 根植孩子心中 大一新闻 真善美志工何永康 马来西亚报导